刘阿姨十二年前的一次昏迷 诊断出成人持发型糖尿病 胰岛功能几乎不起作用 只能依靠胰岛素 之后 刘阿姨水果不敢吃 米饭不敢吃 宁愿饿着也不吃 结果有一次出现严重低血糖 送进了医院 同时还被查出贫血 营养不良等各种问题 而医生在询问了 知道刘阿姨的做法之后 叹了口气 糖尤每天苦恼的事情 非饮食莫属 米饭吃不吃 主食怎么选 血糖怎么控 一 为什么日本人也吃米饭 血糖却控制得平稳 一 糖尤选食物 光看JH值不够 糖尤一定对JH值不陌生 JH值又名为食物血糖生成指数 具体指的是50克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和一定量的葡萄糖在一定时间内的人体血糖反应水平的百分比值 其具体的数值是衡量食物引起 仓后血糖反应的一个有效指标 既然如此 是不是以后糖尿病患者看见高GI食物就不能吃了吗 当然不是 俗话说 抛开数量 我们测量 看看日本人都不敢吃米饭 和其他国大不相同 日本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 大多归功于他们的饮食习惯 虽然都是吃米饭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 日本人更倾向于吃凉米饭 与中国的热米饭相比 日本的凉米饭含有更多的抗性淀粉 这一物质能够起到一定的平稳血糖 减少饥饿感的效果 除此之外 吃过寿司的人都知道 日本人在煮饭的时候 还会加入少量的寿司醋 研究表明 在高碳的饮食当中 醋会提高人体内的 胰岛素敏感度 从而起到降低餐后血糖的效果 而且他们的餐桌上 海鲜、蔬菜、水果、杂粮 都占了不小的比例 虽然我们很难照搬 日本人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吃凉米饭 但我们可以借鉴 他们的饮食结构 做到合理 同样可以适当吃主食 最新的营养学研究表明 碳水化合物能为健康成人机体 提供55%到65%的能量 对于那些长期不吃 或少吃主食的人而言 不仅会缺乏能量 还可能会引起血糖的升高 这是因为 当人体摄入碳水化合物不足时 就会使得一线B细胞功能下降 胰岛素分泌也会随之减少 此外 胰岛素的敏感度也会降低 无法完全降解体内的葡萄糖 使得糖分长期滞留在血液里 最终使得血糖升高 物极其反 我们应该学会科学对待 主食不能多吃 也不能完全拒绝 因此 糖又不必过于纠结 哪种主食生血糖快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主食 含糖量低 而且功效全面 它就是土豆 二 主食换成它 三高降了 体重轻了 血管更健康 土豆是家庭餐桌上 最家常的食物之一 它不仅吃法多样 营养也是极其丰富 深受大家的喜爱 怎么吃土豆 才能充分发挥它的营养呢 一 土豆不要这样吃 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把土豆当成蔬菜吃 酸辣土豆丝 干锅土豆片 土豆烧肉 再配上一大碗米饭 特别下饭 但是这种吃法 其实相当于吃了两份主食 因为土豆属于鼠类 是主食中的粗粮类 而米饭属于骨类 是主食中的细粮 它们的主要成分 都是淀粉 另外 土豆也比较吸油 为了保持口感 烹饪时再多放油的话 热量更是翻倍 总是这样吃 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就容易导致血糖升高 发胖 和精白米面相比 土豆虽然也是淀粉 含量丰富 但它的热量 升糖指数都更低 用它代替部分主食 才符合合理膳食的原则 也是糖尿病患者 减肥人士的福音 二 土豆健康吃法推荐 一 蒸土豆 常见的吃法中 土豆蒸熟后使用 营养流逝最少 放粮后再吃更健康 因为土豆中含有抗性淀粉 对防三高 护血管有很好的帮助 生土豆中 抗性淀粉含量 可达50%到70% 加热做熟后 就只剩不到10%了 而放粮后 有一个反生的过程 抗性淀粉又会成倍地增加 此时再吃 就能摄入更多的抗性淀粉 充分发挥土豆的营养价值 二 酸奶土豆泥 土豆蒸熟后去皮 晾凉碾成泥 放入硬剂的水果丁 淋上酸奶即可食用 酸奶代替沙拉酱 热量更低 更健康 有控糖需求的朋友 不建议吃土豆泥 它更易被吸收 升糖指数更高 三 炖土豆 土豆和肉类一块炖煮 不仅美味 营养也能互补 也是不错的选择 土豆切成大块 断面比较少 营养物质流失也比较少 炖煮前不要过油炸 可以降低热量 三期牛肉炖土豆 一 三期块敲碎 土豆牛肉切块 牛肉焯水后捞出 二 锅中热油 放入牛肉块 加适量老抽 料酒炒均匀 放入三期块和葱姜片 加热水炖煮 三 牛肉炖至八成熟时 再加入土豆炖烂 加适量盐调味即可 如果把土豆当成蔬菜 做炖土豆或者炒土豆丝 要适量减少主食 以免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三 土豆的营养价值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每日应摄入五十到一百克鼠类 土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一 补充维生素系 每一百克土豆中的维生素系含量达到二十七毫克 是苹果雪梨的一十倍左右 而且因为它富含淀粉 对维生素系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所以加热后也不会造成大量流失 二 通便 土豆富含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 中老年人常有便秘的困扰 吃些土豆能帮助排便 三 降低胆固醇 土豆中的抗性淀粉有清理胆固醇的作用 能阻止胆固醇的合成和利用 从而有助于防止心血管疾病 四 有助于控糖 土豆热量低 生糖指数也比较低 用它代替部分主食 有助于控制血糖 适合糖尿病患者 五 降血压 土豆中的甲元素含量非常高 它是钠的克星 适量补充 有助于防止高血压 所以说 如果大家很纠结 应该吃什么主食的话 可以选择吃土豆 即使没有血糖高的困扰 也可以吃土豆 既补充碳水 又补充膳食纤维 总而言之 比起纠结哪种主食 容易升高血糖 学会掌握饮食方法 控制总摄入量 或许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